如果从历史上来看 众生的贡业也是有这个道理 比方说我们中国两大圣贤 孔夫子跟孟子 你看孔子跟孟子他们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 以孔子的标准认为那个时候是 吕崩越坏了 那么吕崩越坏的原因在哪里呢 孔孟的学说思想是认为不在制度的问题 而是人类失去那种失掉那种仁爱之心 做父亲的不爱儿子 做儿子的也不爱父亲 做君王的不爱陈子 陈子也不爱君王 谁弄到最后彼此互相的斗争 所以这世间上吕崩越坏 所以孔孟之道主要的思想就是提出一个人舍爱人 他说你做父亲的却爱子女 子女也爱父亲 那么彼此间互相的仁爱啊 这个世间上才能够祥和 大家能够安乐 所以你看孔孟之道他们两个思想都是提倡仁爱 但是他们两个在表达仁爱的态度不一样 你看那个六成啊 不一样 孔孟子在表达仁爱是含蓄的 如果你读读文语你就知道 孔孟子在周游列国在实践理想 在游说诸国的时候 他的设身相会触法散发出来的是 温和谦让 你看孔孟子在跟那个 诸佛讲话的时候都是 拐弯抹角 点到为止 让这个君主自己去新神领会 你要领会不出来 他也就算了 他就自己离开了 他的态度是温和的 谦让 但是你看孟子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 孟子在表达仁爱的时候 刚直张扬的 他就直接了当的指出君王的错误 所以你看我们读论语啊 读论语啊 如沐春风 可以感受到孔夫子的温和谦让 读那个孟子的 如文战古 孟子将话他是直接了当的 他不跟你多说的 那么为什么这两个人会生长不同的时代 那当然众生的贡业 因为 孔夫子是生长在春秋 孟子生长在战国 十四造英雄 众生的贡业 遭感不同的善志识 春秋 当然也有战争啊 但是你注意看看 春秋的战争 大部分都是为了仁义而战 为了维持正义而战 不管他怎么样 他还是要去拿一个正义 来当他的名称 所以他打到胜负 出现以后 我把打败你的 对方投降了 好就好了 就不再打下去了 打仗之前 彼此间还要沟通一下 派个实责 看看有没有反冲的遗地 真的不行了 就打一战 打到胜负出来了 就停止了 所以春秋打仗是点到为止的 春秋时代是点到 到了战国那完全不同 春秋是为了正义而战 历史学家的批判是这样 战国是为了夺城而战 是为了夺取对方的城市而战 那几乎是 夺一个城市以后 几乎是把这个城市里面的人 杀到几乎一个不存 所以战国时代的战争 一打下去 几个月可以说是血流飘除 所以你看他众生的贡业 他那个时候的温和 招感的善之士 就比较温和 你看战国时代 同样的是一个同样的善之士 但是他出现的是一个梦子的相貌 所以你看这个六层 设身相会触法 他的确 他的确有他的音言过报 你看看我们现在佛教界 台湾的佛教界 你看现在也开始产生变化 你看老一代的各大道场 在老一代慢慢慢慢往生 取而代之的都是第二代 诸位你要慢慢观察 第二代跟第一代的作风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个表现出来的色 身 香 味 醋 完全不一样 来自心中的想法 法层也不一样 这个表示什么 主要知道 你闲得人心就知道 就是众生的 佛教界这些众生的 供业在改变 供业改变了 他的善之士就改变了 跟新一代的作风完全不同 其实这个六层开始在大变化 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说明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外在的世界是从你内心世界表现出来 他最后一天 那我们是这么说明的事 就是十字幕心一样 就说明什么事呢 我们是这样子 你不必须